诸位必不得已 最好不要在机场换任何现金 真的超级贵 嘿大家好 我是金石开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之前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主要去了吉隆坡和槟城 也算是出了一趟国 这一路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我决定做几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一期的内容主要是有关钱 有关怎么做后勤 怎么做准备 的一系列繁琐的事情 希望大家去马来西亚之前 有一定概念心里有个底 广州直接飞吉隆坡的飞机有点贵 所以我都会看一看香港价钱怎么样 而且刚好我和我家里人要去香港办事 好了我们从前开始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货币 马来西亚现在用纸币的机会不是那么多 我觉得用手机支付加上Visa 差不多可以解决 百分之六七十的那个支付场景 基本都可以解决 然后首先 那边用的是令吉 之前大概1比1.5几 现在1比1.6几了 已经贵了不少 中国大陆的银行基本上没有这个货币 不像港币美到欧元英镑这些 然后在口岸区有主要是在深圳 都会有很多外币兑换 马来西亚令吉都可以换 但是那个的汇率有一点 离中间价比较远 所以它比较贵 然后下一条路就是过境香港换 因为香港是个国际金融中心 它遍地都是找换店 但是后来想了想发现我们手边的那个港币 其实不太多 如果用人民币换 我们不知道汇率有没有优势 毕竟香港主要是用港币 它也许是先用人民币转成港币 再用港币再转成令吉 可能这样会有多一层的那个磨损 并且那天我们并没有时间找换店 都没有时间去市区 所以这个也放弃 然后我们在机场见到一个天价找换店 差不多是 算了放弃 然后第三条路就是随身携带人民币 肉身到了马来西亚境内 再找马来西亚的找换店来换 这是第三条路 然后也是我们主要选的B计划 Plan B 其实我也问过几个去过马来西亚旅游的朋友 他们都说用人民币在那边直接换 其实也还可以 汇率磨损不是特别大 还可以接受 最后一条路 第四条路 就是直接用我们的银行卡 银联卡 在马来西亚本地有银联的ATMG上取钱 我刚才出发前几天办了一个新银行的环宇人生卡 这个还不错 每个月前三笔境外取线没有手续费 而且这个跟那个美人每年五万美刀的便捷换汇额度 是没有关联的 是另外两个事情 所以就算你没有额度了 你也可以带上银联卡去境外取 还不错 然后同时去到境外你可能会用到Visa卡 这是我以前用的双币的Visa卡 就是有银联和那个Visa的标志 这是早十几年前的卡了 它主要就是人民币和美刀 在用其他货币的时候 比如港币 他们在结算Visa渠道的时候都会另外再加收1.5% 还是3%的那个额外的转换费 手续费 所以这个卡也是适宠 之前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见到了广发银行的广告 说境外消费满多少的话 有百分之多少的返现 另外开了一个广发Visa卡 然后在香港和马来西亚用Visa卡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闪付 就是一下就行了 而并没有插进去 这是芯片卡 我们在下飞机之后 去到海关之前 遇到了一个卖电话卡的店 直接刷Visa买了两个电话卡 然后出了海关之后 我们就找到一个 就是抢钱的机场快线 也是用Visa买了两个票 然后就坐车去到市区 去到KL Central 或者说中央车站那个地方之后 就会随便随处可见 就有很多ATM机 当时我取了2000 但后来发现 如果并不是紧着马币现金来用 其实2000块钱可以花很久很久 很耐花很耐花 然后换人生卡主要的优势 就是境外银联取 现实没有手续费 手续费一笔大概好 我印象里是12块钱的起步价 然后再加上货币的1%的那个手续费 总共加起来 可能应该有2%左右的那个费用 然后这个时候是直接扣你 境内银联卡账户里头的人民币余额 储蓄卡余额 扣完之后 然后这些钱都吐出来就可以换了 我顺便说一下 欢迎人生卡怎么开吧 反正也不难 我就在 我在广州海处区 随便找了一家 那个离我比较近的新银银行 然后带身份证 大概9点多进去 反正一个人都没有 当然经理就找了一台自助机 然后找了几个文件 然后签名签名签名 然后自助机上面差不多也就可以 直接就看下来了 新银比中行会好一些 中行你这两年开的户 估计都基本上就一内内的那个 非贵面限额 可能只有5000或者1万 甚至不一定开一类卡 然后新银银行是直接可以开出一类卡 限额大概是在 刚开局的时候限额大概在5万左右 反正基本上够用 境外取现一笔也超不过1万人民币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开卡的时候主要就查了身份证 手机号是否是实名 然后再查了那个社保记录 这是香港的机场快线 香港机场快线也是挺贵的 然后都是有一层机场税 从市区到机场大概是100港币 100还是120港币 从刚挡过去会贵一点 就现在去拍了 好了这个是我在KLCC也就是双子塔 然后地铁站附近 还没走到塔楼下的一个随机的一个找换店 排队比较长 估计汇率还可以 人民币61.5 63.4 我大概算一算 买入卖出价1.9 1.9如果除以2 就是他们距离中间价大概是加减一块钱 然后这个再除以60 随便62.5 大概是1.5%的手续费 1.5%的服务费 这个其实跟你在ATM机场取钱 损到差不多 反正这边 找换店市区内正常排队的 比较人气比较高的找换店的费率 大概是1.5%左右了 然后正常的银联卡 比如像公行之类的 他们算上手续费 你取一笔钱出来 可能也算下来也有2% 1.5% 如果用换店人身卡的话 可以省掉一笔手续费 这样我看下来 大概费用在0.3% 0.2%左右 那个会划算一点点 当然如果你有朋友肉身 最近从马来西亚回来 他兜里有一把没有花完的马币 你可以直接线下跟他换算 反正小额换个一两百 应该不算 不会违法吧 我不知道 要是违法当我没说 真的有兴趣了解中间价 买入价卖出价的 你们可以 另外找些视频看看 这里不仔细说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手机卡 随便逛一逛 首先直接开马来西亚手机卡 反正我也不太熟 随便买就是了 大概参考价格是 如果你要去一周或者一周多 可能也要五六十六七十的样子 五六十六七十 差不多这个样子 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我当时没有在国内买 因为好像有点来不及 然后我之前看了一下评价 这感觉是刷的 先看一下差评 他们可能去了东马 我不太确定 所以我有点怂我不敢买 我宁可落地了再买算了 然后在境内买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下飞机的瞬间你就可以换上卡 在出飞机等着出机舱的时候 换上卡之后就不会太被动 手机卡上面应该会告诉你的号码是多少 可能是601112347009之类的 你可以用这个号找到我的小号 加601112347009 加60是马来西亚的区号 真的要打电话的话 你就把那个加6去掉 我们就不管了 另外值得说的是 我们坐那个是一个黄金时转的航班 是下午飞傍晚到 7点左右到 然后那段时间肯定所有的那个手机 卖手机卡的 还有转换店基本上都是营业的 所以就没有遇到太大困难 如果你是红眼航班 提前在淘宝上把手机卡买了 在过去就会方便很多 我建议至少带两个手机 最好有一个是苹果 然后我带的是一个苹果 12mm加一个Google的Pixel 所以在那边用的时候没有太大问题 那边的WhatsApp 阿古达Booking Airbnb 还有Grab 都可以正常用到 然后油管也可以正常用到 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这也建议你最好把国内境内的手机卡 继续保留在你的其中一个手机里面 这样有关银行收钱遇到什么短信 收件证码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为你出门在外 万一你的银行卡被盗刷了 尤其是Visa 如果你的卡丢了 或者出什么要额子 有一些账有问题的话 你至少手机马上会收到短信 就知道问题就可以怎么解决 住去市面山好说 你就在Agoda Booking都可以 你在境内的用去哪儿铁程也都可以 但是去哪儿的那个 去哪儿的那个电脑版特别难用 然后手机操作起来也不那么方便 后来我基本上都是在Agoda Booking上面订的 有点区别就是 Agoda Booking上面订完之后 它显示的是人民币 结算的时候也是用人民币 不过最后你可以用Visa卡来结算 最后是在境外的网站 用Visa卡消费来人民币 所以可能并不能达成境外Visa消费反线这条 随便搜一搜 两位成人 其实都不太贵 平均不太偏僻的地方 可能平均一个人一晚上100令吉 100人民币到100令吉就可以解决问题 定酒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需要一个行程单 然后订酒店的单 你出海关的时候会用到那个酒店行程单 另外就是去哪儿也很恶心 它现在已经基本上不让我们用网页版了 不过你可以用Flight去哪儿 从比如从香港到基隆 这么个人 错过 我买的是 反正我们买的是亚航的 亚航的就没有免费行李 反正我就背了个包 差不多错过能用 一开始我是先建议大家无论在booking或着 国打上面先定那种可免费取消的 比如你要去一周 你先把整个行程定满 可能前面是两天 后面是七天 八天 至少把前面两天和后面的全部都定满 前面两天那个肯定是要住的 然后后面那几天的 你就算落地了再取消问题都不大 但是你要最好在出境那会儿 出中国海关那一会儿 你要保证完整的行程 都是有酒店的 然后出了境之后 你再考虑可能要换目的地 或者变成两天三天两天三天这样 拆去不同的酒店住都可以 酒店或者民宿都可以 大家带好护照 这个是西九龙的出境章 这是马来西亚的出境章 大概就这样子 反正差不多是白本 然后出海关的时候 会面对盘问 你要去哪儿 反正你不用担心 你也没犯罪 你也没有违法 这是中国公民有的权利 你就正常出 给海关的工作人员 看你的往返机票 看那个机票酒店 告诉他 马来西亚是不需要签证的 然后那边会有个入境卡 入境卡你可以随便搜一下 马来西亚入境卡 这些关键词就能找到 填好之后问题就不大 境外的飞机其实 是也可以提前置机的 比如说AirAsia 我是通过去哪儿订的 然后找去哪儿客服 说我要提前置机 然后我想知道我的座位号 去哪儿客服 操作了一下 就会发一个登机牌给我 到了马来西亚境内 我们能做的交通方式 主要也就是用两条腿走 然后坐公共汽车 坐那个捷运 地铁 轻轨 反正都说都是同一个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Grab Grab是最重要的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 那个出租车 但出租车一般 不太好找 比较贵 公共汽车是非常难做的 首先那个文字不通 你听不懂 字你也认不得 所以公交车难度很大 地铁是可以做 难度小一点 只不过那个站的名字 非常的拗口 你也认不出来 还好我们主要 经常要去那儿 KL Central KL Central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那个交通方式就是Grab Grab 你可以提前在家 提前下载好 然后提前注册好 你可以用境内的手机号注册 然后到叫车的时候 你添加一个联系人 你用那个 你在马来西亚的手机号来叫 这个问题都不大 然后你可以提前绑定支付宝 或者绑定Visa 我是绑定Visa 在马来西亚用到现金 主要会在Food Call 也就是那个美食广场 或者是坐 买吉隆坡的那个捷运地铁 又或者是坐 那个碧城岛上面的公交 会用到现金 然后其他时候 用到现金的机会不那么多 就算便利店 它基本上也都是支持Visa 或者那个手机支付的 当然菜场 菜场是要用现金 马来西亚本地华人 基本上都是WhatsApp 基本上就要跟大陆境内 墙内的人交流 才会需要用到微信 他们平时都不太用 WhatsApp就方便很多 微信这些 你们很可能会遇到 需要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坐火车去槟城 不一定坐火车 就是从吉隆坡去槟城 这个时候你会需要用到 JKTN火车站 去买火车票 Kel Central是个 有点像个迷宫 它有机场快线 有主力的那个 城市里头的地铁 轻轨 还有火车 都在一起 还好那个巴士站不在这里 然后火车 就是这个KTN 我相信到这一页 大家就已经 快要认怂了 从哪儿去 还好 不知道怎么找的话 就Kel Central Kel Central 在这里 Destination 如果你要去那个 槟城的话 它其实叫Bert Wars 这个叫北海 就是槟城岛 在这里 那边是大陆 这边是槟城岛 然后大陆的那个 有一个点 就是北海码头 那个或者也叫 边阳Central 好像这么念的 然后那个地方 就是槟城的火车站 然后时间隔得比较久的话 那个seat available 就还不错 这里会有Express 反正都是要三个多好 最快那把Express 这个时间也很好 然后速度也很快 如果时间比较短 就会发现 而且如果是个周末 Saturday 哦 Saturday 哦 基本上只有4了 你看到4一点都不要高兴 你一个4你是买不到 因为这个是专门给残疾人背的座位 只有残疾人可以买 这个是Kel Central 这行是Kel Central 然后他们有很多车 去往西北方向 其中这个就是Bot Wars 这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北海 然后最完美的时间就是这一趟 买不到票 算 不管 哎我没有提前买票 我以为像那个12316 我以为像广州到深圳那样 随到随到随到随走 随便坐 后来发现 哇操 我就买不到了 在油管上搜了一下 有个热心网友介绍了 从吉隆坡的另外一个车站 坐大巴去到 到冰城的 然后他当时坐的是KKKL Boss 随便搜一下KKKL 就这个吧 反正 那个马来西亚有很多家 那个巴士 从哪 从 吉隆坡 哎呀 也是很难找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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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S 就这个 啊 TBS 哎 TBS 然后到 Battle Wars 也可以去 好像是可以去到 可以到这里 我不太 没把握 但是我搜了 Battle Wars 还不错 完美 也没多钱 搜 嗯 超级便宜 看到没 只要39块钱 然后 哇 refundable reschedule 这个 是个 令人无法拒绝的价钱 只要39块钱 另外那边 是要 94 105 94 105 基本上是一半的价钱 而且舒服 特别特别多 速度慢 大概慢一个小时的样子 但是你可以全程躺着 那个差不多是比 呃 中国境内高铁 一等座还舒服 大概是接乎一等座到 商务座之间 嗯 一个巴士 像中国境内的巴士 至少是 2加2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但是马来西亚的 大巴士 2加1 每一个 座位很宽 前后的坚区也特别远 所以就可以彻底躺倒 彻底躺倒 至少比这个角度还要再大一点 嗯 然后GETL的巴士长 长这个样子 差不多了 这个样子了 就是正常巴士的大小 然后 2 ticket 50块钱 它好像有 它好像有一块钱的那个什么费用 这是在吉隆坡的四场街 就是华人街 baby shot baby shot baby shot 我们回来的时候 做的依旧是亚航的 然后就有这种baby shot 的那个 pink phone pink fog 这是马来西亚的ATM机长的样子 遍地多事了 KLCC肯定有 然后KL Central肯定也有 然后机场出来之后走一走也能见到 也都不少了 反正这种ATM机没啥特别的把钱取出来就得了 你只要注意有银联标志就可以了 这就是圣子塔 这就是我这趟去马来西亚提前准备的有关住 行还有钱这方面的东西 这是我从马来西亚南边森卫那一带 可能森塞雪凉蛾的森卫那一带回到吉隆坡市区的这段路上的样子 左边就是一排一排的排屋 右边是新房子 好了 这期节目基本上就在这里 本次主要分享了去吉隆坡之前会遇到的有关钱 有关住有关飞有关一些基本货情内容的东西 然后后面会讲有关国际学校物价市场 然后有关种族方面呢 本地人本地华人然后马来人和印度人这些 我观察到这些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吃喝 吃得怎么样 有兴趣 欢迎加关注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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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